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今天是2月6號禮拜二號 台北股市今天的盤是 會讓很多人嚇一跳 有那種崩盤的一個感覺 那我倒是覺得說 這個盤如果說你照著 我們的規劃去走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盤 現在這樣的發展 其實他都在預期當中 那當然因為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一開盤就先下跌 然後到目前為止跌了600多點 600多點 很難得看到這樣的一個盤勢 那今天整個跌停板的加速 上市加上跪超過200多加 難免因為快過年了剩5個交易日 難免很多投資朋友會比較慌張 那我希望各位 今天的節目你要仔細聽 因為有些東西 我們都是分析在前面 那我們也不是說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那尤其剩5個交易日就要封關了 對於2月整個台北股市 未來的一個變化 那今天我們的測標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要講2月盤勢的一個分析 那到底要怎麼分析 我們仔細看 台股目前跌了600多點 我們剛說過 超過200加的股票跌0百 那今天這一根長K呢 已經讓台北股市 這是月線 現在月線已經下壓了 那季線 半年線 年線 全部都已經跌破了 那這也說明著說 台北股市在這一段格局裡面 也就是說將近8 9月份以來 你這地方買進的 如果說你之前高點你沒有出的 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全部都是套牢 那這個盤呢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說過 仔細看 1月19號 1月中下旬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劃線跟大家講 台股漲多之後 這地方一定會維持一個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盤 我當時跟大家說 我們把它看作一個做頭 為什麼看作一個做頭 因為那時候從月線的角度來看 因為它成本越來越高嘛 越來越高 所以台北股市區間就會破月線 那這一破月線的話 會造成台北股市頭部成立 從1月19號以來 我們每天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 也不是只講一天 我們再仔細來看 這是我給會員的一個傳真稿 1月29號 1月29號 快接近到1月底的時候 我說區間盤頭 2月上旬台股會破月線 講得很清楚了 跟我們這樣的分析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所以呢 1月29號當初跟你說 2月上旬破月線 台北股市這兩天破月線 好還沒有結束 2月2號 那一天啊 台北股市只有跌34點 可是我怎麼跟你說 韓環大扁韓股大跌 小心台股會複製 有沒有這2月2號 各位你仔細來看 2月2號台股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跌下來喔 還沒有跌下來喔 可是你仔細來看 當天的韓國股市大跌 它為什麼會大跌 因為韓環大扁 匯率大扁 然後呢 韓國股市呢 就出現大跌 所以我剛剛就跟你說 小心台股會複製 很清楚了 所以從我們整個1月中下旬 跟你分析的盤 到現在為止 都一直在規劃當中 那當然現在因為過年期間 大家會比較擔心啊 我現在手上個股怎麼辦 那現在到底這個盤 要跌到什麼時候 那這個地方我要該怎麼去做操作 好那各位 影響台股 有幾個因素 影響台股春節前後的多空關鍵 這有三大因素 第一個 美股跟國際股市位階的變化 那這個東西也不用再看了 歐洲股市 已經打到年限了 歐洲股市最先跌 然後呢 剛剛也跟大家講 2月號我跟你說過 韓國股市先跌嘛 那你現在台北股市也跟著跌 那美國股市呢 昨天創 歷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跌幅 所以呢 美國股市呢 昨天的跌勢呢 也非常的兇 跌了多少 道琼跌了1175點 股價呢也是一個 指數也是出現一個 大長黑有沒有 好那各位 那現在呢 國際股市都跌下來了 那現在我們要去看 到底台北股市會跌到什麼時候 第二個重點就是 外資期貨選擇權的倉位 那這個重點的一個 重點的提示呢 我們一直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我們跟大家做說明 我說你要特別留意喔 尤其到1月底那時間 我跟大家講 外資的選擇權的倉位 如果說高於 期貨的4倍以上的話 那代表說外資完全避險 那一直到昨天為止來看的話 外資的選擇權是期貨的5倍 這代表什麼 外資已經先把那個農曆年 那個時間點的那個風險 他把它規避住 那因為新春開紅盤 是在2月21號 那你2月21號一開盤的時候 又是台子期的結算 所以後面的走勢來看 不太樂觀 不太樂觀 因為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美國3月要升息 因為什麼 因為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飆到2.84 創2014年以來的新高 那這也預告著說 美國有機會做升息 而且今年升息還有很多次 所以呢 美元這地方啊 只要出現明顯的反彈的話 那對亞洲的匯率還會再扁 所以我昨天有在節目裡面跟他講 在美元還沒有升值之前 台股就先跌 當美元一升值起來的話 台北股是還會繼續跌 所以我昨天在這時間點 跟他做說明 我說季線不會是支撐 所以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是不要說季線了 半年限年限全部都跌破了 那現在的重點就是 台北股市的目前已經來到 前面的一個頸線位置區 我預計啦 頸線位置區難免跌升之後 稍微會有點區間 但問題是在未來美元的升值呢 還在提美元 如果說美國如果升息 美元再走強的話 台北股市不排除 破前滴之後 會有機會去測萬點的一個附近 所以呢台北股市 剛跌下來的刀子 你不要亂接 要記清楚 不要亂接 那這地方到底要怎麼去做 我覺得很多個股 我們在LINE裡面 我們都有跟大家去做說明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仔細看 1月30號 那時候我們提示各位要留意什麼 比方說加折 有沒有 我說181是最後防守價 結果很仔細來看 加折有沒有讓你看到破181了嗎 是不是讓你看到頭部已經開始出來了 對不對 那這類型高檔型的股票 如果你懂得去做避開 你這個牌你不用擔心 你再仔細來看 2月要禮拜四的時候 我又跟各位提示一檔個股 叫4966的普瑞 我說季線失守會跌很凶哦 581失守各位4966的普瑞 581已經失守了 今天打到底庭板 有沒有 今天是不是打到底庭板 前面高點的位置去還沒跌 我先提醒你 所以我跟大家說 有些個股在高檔位階 你先避開 你先避開 如果你懂得運用一些 金融商品去操作的話 其實你要去賺他一個很大的一個乘數 機會非常的大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2月2號禮拜五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提示一檔個股 這檔股要再做收斂三角形 頭部快出來了 好 那我今天也公佈了啦 那這一檔個股呢 他是哪一檔 他是3665的茂連 3665的茂連 你仔細來看 這檔個股今天也是打到底庭板 有沒有是不是也是一根藏黑 有些個股就這樣啊 你高檔不賣的話 到現在為止呢 股價會讓你看到什麼 很大的一個受傷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2月中旬的時候 我們上節目 我們就跟大家講過說 生計有機會成為市場資金避風港 那這些個股我們之前都講過 不管是藥華藥或亞斯康 或者是泰福 這些股票都讓你看到 近期在創波段新高 那這些個股呢 在農曆年前 我們也稍微把它調整出來 把資金調整出來之後呢 當台北股市 我知道現在跌下來 你很擔心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即點有機會即談 但是我認為時間點還不到 因為美國3月份就要升息 美元要走強 所以你讓台北股市 在這個景纖維之區震盪之後 如果再往下灌的時候 台北股市最起碼要先度過什麼 度過農曆年了 這一段月線扣底完之後的高成本之後 後面台北股市才有機會比較明顯的反彈 所以呢現在我們保留現金 等待什麼 現在農曆年前不用買了啦 農曆年後等到3月份 2月底3月份的時候 我們再找低點 這是目前我的操作策略 那當然如果說 這個時間你比較擔心手上個股問題的 或者是你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X訊息的 小老鼠WINNER2010 這個我們在盤中都會給各位一個 即時的訊息跟操作的策略 那如果說你對盤是不了解 或是你一點風險概念都沒有的 高檔位階的股票不知道去做避開的 你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X的 很歡迎各位 趕快加入我們LINEX的族群 那這樣的一個盤式裡面呢 後面的買點到的時候 該買什麼樣的股票 我會告訴你 甚至你手上的個股 該怎麼去做調整 我會來幫你 所以呢有任何的需要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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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